所以世界各國現在傳出說 大家都想自己蓋這個廠 那我們就會擔心啦 台積電會受到什麼衝擊呢 台積電會受到什麼衝擊呢 台積電會被大家更肯定為 在先進製程的部分 他就是第一名 而且不但是第一名 大家還會發現一件事情 台積電因為他是第一名 所以他在蓋廠的時候 隨著他的這個廠 他的成本開始在往下降了之後 台積電的毛利是越來越高 所以你發現你要跟台積電競爭的話 你光是前面在蓋廠的部分 你要cover這些成本 你的成本價格怎麼樣 都比台積電來得高啦 各國都會發現 我怎麼樣的去補貼呢 在先進製程跟台積電競爭 就是有困難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各國怎麼樣 奮力要拼半導體的狀況 首先你看連印度呢 他也要加入要做半導體的行業 所以印度也告訴你說 我們要提供 這個相當於台幣330億的補助 但是這個數字呢 你去注意看 這是我們幫大家換算過的 因為現在呢 大家在講半導體投資的時候 都是美金來美金去的 所以當你看到印度這邊 政府官員講出來330億的時候 這個折合美金也才十幾億而已啊 可是各位你去想一件事情 Intel說 這個我要做半導體的投資 Intel說要做多少錢 200億美金 然後三星告訴你說 我今年要做資本支出 要做多少錢 270億美金 台積電告訴你說 我未來三年 包括今年在內 要做半導體支出 要做多少錢 1000億美金 所以你會發現 所以你會發現印度的補助相當於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投資來講呢 這個實在是坦白說小資又少 所以他比較有可能吸引到的呢 是來做比較低端的晶圓廠 因為對印度來講好過於沒有嘛 這從0到1是最重要的嘛 所以印度當然有他的戰略考量在裡面嘛 那在這裡面我們要注意到的是什麼 那美國跟日本怎麼想 美國跟日本真的想要做自己的半導體 取代台灣的半導體嗎 憑良心說要想真的是可以想 但是實務上是有困難的 怎麼說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現在美日之間 他們說要強化半導體的合作 那在半導體的合作呢 你去注意一個關鍵喔 他講的不是說晶圓製造的部分 完全都是美國日本自己做 他講的是 關鍵電子零組件生產不依賴特定地區 意思是什麼呢 美國跟日本大家要講好分工嘛 那你做的是哪一塊 我做哪一塊 美國做半導體設備 日本做半導體材料 大家講好分工 搭配著台積電 搭配這邊先進的晶圓製程 大家一起進步 那我們大家一起進步 然後呢 卡著一個國家不要讓他進步 這樣子呢 我們的差距就拉大了嘛 那卡著哪個國家呢 當然卡的是中國嘛 這就是美國現在戰略的意圖嘛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戰略設備不給你中國 那你的中國半導體呢 進步就很有限 你就鎖定在14奈米 28奈米就好了 那往前面的最先進的製程 7奈米 5奈米 3奈米 2奈米 1奈米的部分 就由我們美國日本跟台灣一起來吧 大概就是這個味道在裡面嘛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美國半導體協會 這份報告呢 我看了一下 他裡面寫的是告訴你說 其實這個美國半導體協會 認真研究過之後 他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 第一 你如果要把台灣排除掉 全世界要重新再刻出 像台積電這樣的 7奈米跟5奈米製程的話 至少要付出台幣34兆的規模 而且不一定刻得出來 哇 34兆欸 對 然後重要的是 他還告訴你一件事 刻完了之後 就算做得出來 他的成本價格 也會比現在高非常的多 也就是說你要花更多的錢 但是得到的東西成本更貴 還不一定成功 還不一定成功 這就是美國半導體協會的報告 那美國半導體協會呢 還有一個報告告訴你說 全世界如果停用台灣的晶片的話 全世界的電子業的營收 會損失台幣14兆左右 所以他這份報告我看完了之後呢 我可以大致上發現 他其實就是告訴你 美國跟日本可以適度的 把戰略的目標搬到自己的國內來 OK 但是你如果要把晶圓 完全從台灣排除掉的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份報告講得很直接 所以他很直白的說 所以台積電把5奈米的廠 射到亞利桑那州 這OK 然後呢 美國去支援這個 這個亞利桑那州的廠 他的經費補貼也OK 而且目前喔 由日本的經濟產業省官員 自己出來講 說美國這個台積電的廠 美國政府至少答應了 30億美金的補貼 30億美金折合台幣 已經是900億的規模囉 而且尤其在同一篇的 日經的報導裡面 我看到他們寫說 這個除了30億美金之外 台積電還認為說 美方應該可以再給更多 換言之 美國也在考慮 是不是還要再加碼 然後 美國的狀況是這樣 日本的狀況呢 台積電就告訴你說 他對於3D封裝 先進封裝的 這個研發要放在哪裡 放在日本的吃層線 所以從這個美中 美台日的這個架構裡面 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到 這裡面所指的目標 為什麼要強化半導體合作 然後在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他們也對中國的部分 有一份調查報告 這個調查報告是 EIC INSIGHT所做出來的 IC INSIGHT做出來 其實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他告訴你說 中國就算喔 你資金不成問題啦 意思就是說 你前進金一直塞一直塞 但是你就會因為受限於什麼呢 這些關鍵設備零組件的問題 這個禁令卡住你 你的這個半導體技術 進步就很有限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他裡面其實還提到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其實告訴你說 你就算連年大撒幣 你也很難追得上台積電 為什麼呢 因為你去注意看一件事 從2017到2019的時候 中國的半導體支出 大概是差不多 將近500億美金左右 那尤其我們剛剛是不是 有談到一件事 人家台積電光是金明後三年 半導體支出 他一加就1000億美金 請問你中國你要補貼多少錢 然後才能去補貼這些半導體的公司 而且各位啊 我們現在講台積電的三年1000億美金 這個是晶圓製造喔 中國現在是告訴你 他戰場要全方面拉開 半導體設備 半導體材料晶圓製造 曝光機等等 他通通都要自己做 他都要自己自給自足 那我請問你 光一個晶圓製造的項目 就要1000億美金 你有這麼多的項目 請問你要幾千個1000億美金 對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他告訴你說 這個你不管什麼大撒幣喔 這個要砸到看到 這麼先進的效果 很困難啦 而且目前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現在新的一個趨勢 大家眼睛盯著什麼看 現在眼睛盯著 美國總統拜登 他要啟動史上規模最大的 折合台幣 74兆的基礎建設看 這件事為什麼重要 全經濟市場現在都盯著他看 國際也盯著他看 又齊74兆耶 你錢怎麼開耶 這對美國來講 2.25兆美金 這錢一花下去 哇誰分得到 大家都很緊張啊 美國國內有人很緊張啊 很怕這個錢會不會被中國人賺走啊 真的 所以拜登在這個2.25兆之前 他先簽了一個什麼呢 他先簽了一個行政命令 這個行政命令呢 就告訴你說 買美國製造商品優先 這個話跟川普是不是很像 所以你就會發現他的這個採購裡面 他要採購哪些項目 大家就盯著看 所以我第一個 大家盯著看到什麼東西呢 發現電動車商機果然很大 為什麼呢 各位可以看到的是 在拜登的計畫裡面呢 他要預計 折合台幣4.96兆的規模 要做美國電動車的供應鏈 他講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講說美國充電站要提升到50萬座 那各位這個狀況在哪裡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美國的加油站 全國大概是12萬8千座 所以他告訴你說 充電站要增加到50萬座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這是來真的 而且這個市場供給量會很大 那你再去想一件事 假設美國有50萬座的充電站的話 他也告訴你一件事 美國在之後的電動車技術 跟電動車購買 他會變成全世界最成熟的國家 因為他充電站部最多 所以在這裡面誰賺錢 做充電裝的會賺錢 所以美國有一家股票漲翻天 這家公司叫做ChargePoint 這家ChargePoint做的是什麼呢 他做的就是充電裝 他的股價在過去大漲了十幾二十倍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拜登的商機 讓像這樣的充電裝廠商大爆發 但是人家可以爆發 台廠可不可以爆一爆 當然也可以嘛 台廠也可以爆 當然我們台廠也有跟人家有關係的供應商 這一家叫ChargePoint 這一家充電裝的廠商 他的供應商是台廠的信邦 信邦負責的是充電槍的槍頭 跟限速的部分嘛 所以人家有機會賺錢 我們有機會賺錢嘛 所以這家ChargePoint 各位喔 他是新創公司喔 幾年而已喔 他去年的營業額是1.4億美金喔 現在拜登的大爆發要加持之下 你可以想見的是 這裡面會有很大筆是他拿到 那你再去想啊 ChargePoint拿得到 那他要不要分給信邦啊 所以對信邦來講這是不是一個商機所在 而且對台灣來說呢 這個2.25兆美金 74兆台幣規模的 這麼大的基礎建設商機 還不是只有電動車而已喔 我們傳統產業也有受惠的喔 你知道是哪一家嗎 各位很多都想不到的是 我們傳統產業竟然也有鋼鐵業是可以受惠的啊 在拜登說 我要做這個史上最大的這個基礎建設的時候呢 我們的有一家公司叫大成鋼 這家大成鋼呢他就在裡面受惠了 那你會想問說他為什麼會受惠呢 我們告訴大家 他其實從川普在打跟中國打貿易戰的時候 一路受惠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過程裡面 大成鋼他在前兩年做了一個佈局 他到美國去買了一個這個旅業的通路 然後他到美國去買一個自旅廠 所以他告訴你說 我可以American made in American 美國製造四個字就打出來了 所以你要課增反清交稅 對你趕快去跟中國多課一點 你去跟那些其他國家多課一點 我是美國製造 所以這個稅跟我沒有關係 然後呢 你會發現在大成鋼過去的佈局裡面 他從這個不鏽鋼的部分 到鋁業的部分都把它佈置得很完整 所以他反而是成為拜登在這次基礎建設的佈局裡面 他是最有機會獲利吃到的台灣企業 而且我會有機會獲得 他就不停地 谢谢大家